Hello 大家好,Fab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一討論 Asses 在奧運會上 有些球員會穿Asses 什麼球鞋 如果大家記得日本隊河川勇輝 當然是厲害 其實他應該會大概穿 Unpre ARS Low 2 Unpre ARS Low 口臂其實都不錯 無論是 High Cut 、 Low Cut 都好 他的口臂都不錯 因為他的防側反應不錯 鞋底的爪地力也不錯 硬度也不錯 整雙鞋的貼腳程度也不錯 所以也算是幾多球員 如果穿Asses 都會穿NPRS Low 2 其實我想這次Low S Search 3 也會在奧運會有同一隻Colorway 大家會見到的 而在日本看見的 白色、藍色都挺漂亮的 其實黃色、紅色系列 應該都在奧運會球場上見到的 至於米國隊 米國隊 今次打個場熱身賽 就很紮紮地 正常打一些新秀大學生隊 就很少這麼尷尬 但今期Copper Flag 應該明年的狀元 超級大熱 就打出新架 所以今次就叫做緊緊贏一分 你看到大部份時間 我都見到是 Jet Edward Kurley 阿邦 James 然後帶著 Jason Tatum 和Ambit 一隊 你說他們沒有默契打得不錯 說真的 真的一般 你見到打得一般 熱身的時候 我想需要多些磨合才行 因為整體來說 你問我他是不是打得好 比另一隊叫小小隊 有一點都不是 所以 真的要努力 但Anyway 這個都是看球鞋的部份 球鞋部份 A1Low 這隻顏色 應該都是8月出的 這個叫低筒系列 其實主要來說 這個低筒系列 最重要的地方 8月15號出的時候 是鞋底部份 可能會改了少少 鞋繩部份也改了少少 就著它那個 叫做High Cut 那些問題 就叫做 穿量改良了少少少 但 是否會很大分別 就真的未必 即管拭目二代 但AE1 如果相對AE2的圖 來說好像吸引少少 咖喱12 咖喱12就比 這個咖喱11 我個人覺得 配色上也好 設計上 咖喱12的樣子 都好像是英俊一點 我自己對Curry 是這個 去到第十代 已經都叫做 用完所有內心 所以11都沒事 那12 你說是不是 很值得入手 去試一試 又感覺不到 也叫做去到 那種款式 所以大家 就叫做 隨緣落座 這個 likey 即是玩到沒什麼好玩 其實 GT Hustle Academy 我都不太明白 GT Hustle Hustle 已經本身都不太好買 而且它還要出下線 有點奇怪 樣子方面 你說 沒問題 不過 始終它是一個 cheap line 所以 你說是不是 真的很值得 這樣去 叫做入手一個 它本身的 正line 都不太好 這款的cheap line 真的很奇怪 其實整雙鞋 就叫做 叫做 Fly-D物料 可能 有些 叫做 什麼都弄小一點 什麼都弄 cheap一點 鞋底部份 其實就沒什麼的 不過 又不會覺得 這麼cheap的系列 要搞那麼多 不如買一雙 便宜價明星 球鞋穿好過 完全是沒有特色 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真是很奇怪 likey的玩法 DON ISU 6 我自己是有點喜歡的 怎麼搞的 DON ISU 5 出的時候 其實DON 分別吵自己 整個一隻 所以我相信 6 應該有它一些 獨特吸引的特質 令到它覺得 6 的 performance 是厚過5 不只是 它的鞋款 叫做新 我相信 設計上 應該是比5 是厚一點的 5 我覺得它是中規中矩 所以6 是有點期待的 之前也說過它的貼板 現在說回它的正代的粉紫色系列 其實現在已經賣了 銷晴也是一般的 GD Hustle 和 無論是白色也好 紫色也好 始終都是一般的 可能本身的重心前面 重心偏高 鞋底偏厚 但其實現在不太流行 穿法和打法 所以變成這些鞋 本身的受重就少一些 我只是覺得 未必是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年紀大 而有時的鞋 的確是怪怪的 很多時我打得下球 轉一下轉一下 都是穿回Zone V5 即是 很多雙鞋 總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差少少 又好 aggressive 又好 即是 緩震又好 即是抗扭又好 很多時球鞋 都有一些 存在不同的特色 令我不太適應 所以 GD Hustle Hustle 可能 在那些地方 便會幫到少少少 因為 可能緩震好少少 抗扭又算是較好力 但是 你說是否做到一個 很上街的 Performance 上下 可能又未必 只是 純粹是年紀大 機器壞 穿這些鞋 可能都舒服一點 為甚麼 好 正如剛才也提到 這個 Low West Search 3 Paris 即是 奧運會的顏色 黃色 紅色 這鞋 新設計的款式 真的蠻帥的 整個 如設計語言來說 這鞋的確不錯 還有 奧運配色 黃色 紅色 自己喜歡 不過 我個人喜歡白色 藍色 真的蠻帥的 大家可以留意 Midjuno 藍球鞋 這個真的有趣 Midjuno 藍球鞋 其實 劍尖當時 也曾經想過 入Midjuno 藍球鞋 但他跟我說了一輪 之後 Midjuno 藍球鞋 一點都不具競爭力 因為二十年都沒出過 現在 Midjuno 原來 1983年 出過第一款藍球鞋 很少出新鞋 七年才出過新款 今次就好像來了 做回一些近磅的東西 Midjuno 其實 很多不同的 類型 尤其是跑鞋 當然大家都知道 它的能力在哪 但是 籃球鞋方面 又變了一些初歌少少的產物 不過我相信 其實看樣子的球鞋 它的競爭力是有的 因為 本身的重量又不重 還有它的外觀設計 Outrigger 以及中間的TPU位置 這次的布局 都好像做得不錯 再加上 我見它的鞋面的部份 透氣 以及感覺上的包裹 都是不差的 所以 這對Midjuno 可能 第一代會有些 有些看頭 但我覺得 通常你都會等它兩三隊 但是 如果它剛剛重新開始 這個 籃球鞋設計 的確 之後隔了一輪 可以留意 今天就這樣 在這裏 記得打開我的 下面留言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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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分享 我的頻道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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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